眼前的这个漂亮的女人就是行俊公司的老板娘小美 看着小美行俊才知道什么叫做摄人星破 完美的身材挑逗的眼神就连睡觉都是那么的美丽 今天是行俊第一天上班面对美的胡相化还不停挑逗自己的老板娘小美 行俊毫不犹豫的就爱上了小美 第二天上班行俊见到了公司的秘书小花 小花看着行俊仿佛看到了猎户包含深意 在此让行俊心圆一马起来就连晚上睡觉梦里都是小花的身影 第三天上班行俊开车拉着老板娘出门 行俊也逐渐大胆了起来 在车上就开始对老板娘动手动脚 老板娘心领神会 直接让行俊开车轨弯 就这样行俊和老板娘小美两人完成了一场爱的相互赛 第二天小美带着行俊和秘书小花一起来探访 但小花却把老板娘小美知道了一遍 不自带着行俊来到了房间 秘书小花把行俊拉到房间 但却不是谈夜幕 而是谈人声就在老板娘接电话的空档 行俊就被小花上了一刻 战斗力属实差了点 回来后的小美 看到两人衣衫不整的样子 明显猜到了什么 脸色十分的难看 但尝到了甜头的行俊 却好像有些飘了 晚上还叫上了朋友喝上小酒 第二天 公司迎来了新的员工小玉 小玉是老板的侄女 大学刚刚毕业 非常的年轻漂亮 也十分的清纯动人 行俊看着小玉 清澈明亮的眼睛 弯弯的眉毛 甜甜的笑 娇艳欲低的双唇 如花瓣瓣粉嫩 这可把行俊高兴坏了 看行俊这样子 真是想把老板坑到死了 有了老板娘和老板秘书还不满意 太阳就连侄女也不想放过 她的小心思被老板娘小美一眼就看穿 老板娘满脸不高兴 于是在带着行俊出去考验我的时候 狠狠地惩罚了一下行俊 晚上睡觉的时候 行俊脑子里又想起了小玉的样子 以她现在的段位 拿下一个单纯的小女孩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于是斗志昂扬的行俊 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刻意在老板侄女面前 展示了一般前辈的风采 成功赢得了老板侄女满脸的崇拜 而这一切全部都被小玉看在了眼中 于是在小玉准备上厕所之前 小玉先把行俊拉到了厕所里面 还故意被小玉撞了个正招 老板的小侄女小玉发现自己的婶婶 竟然和自己喜欢的前辈油然 心里竟然不但不满感 还对前辈愈加热爱 甚至在晚上主动邀请了行俊吃饭 吃饭的时候 小玉主动揭开了这件事 说得行俊略显尴尬 酒过三选后 小玉很快就不胜酒力醉了过去 行俊将小玉送到了酒店 小玉却醒了过来 表明了自己的心思 两人直接来了一番深入交流 两人激动地紧紧抱在一起 此时此刻任何言语好像都显出于 行俊贪婪地吻着面前的少女 真是让人恨不得举而代之 然而只是包不住火的 终于有一天老板通过监控发现了所有事 愤怒地他打了行俊一耳光 也将行俊赶了出去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机的点击订阅 扎哥和你下期再见